早晨,2024年1月24日星期三 歡迎收看《天海市直擊》 今早我們有叫金融董事陳正芯 和譚海韻陪來一起開市 Ryan,今早大使有什麼焦點? 我想大家都是看著港股昨天的反彈可不可以延續 以及繼續留意外圍一些企業的業績 觀眾朋友,如果你有投資方面有問題 歡迎來WhatsApp給我們 電話號碼是96133819 或者下載香港經濟日報HK ETF 在聊天室內講下你的稱呼和留言 待會回答大家問題 現在先看看上日美股市況 美股各別發展,標指再破頂 中概股指數升超過4% 市場官網、聯儲局下個星期議息 以及歐洲央行今個星期四議息 美股各別發展,道指是低開低收 收市跌96點,收報37905點 納指升65點,收報15425點 升幅0.4% 標指升14點,收報4864點 升0.3% 納指金融中國指數向上升超過4% 歐洲股市普遍向下 招點美股各別發展 招點美股是普遍做好的 Meta、Amazon、Google和Apple都是做好的 即將公佈業績的Tesla都是靠穩的 NVIDIA微升0.4% 另外Netflix在收市後公佈業績 本港收市高出7% 阿里重上70元樓上,折合72.38 百度比港股高出6% 美團比本港上日收市高出4% 折合69.2.7 美股的比本港上日收市高2% 從上200元樓上,折合201.93 港交所有邦和匯控都比本港收市高 小鵬和蔚來都比本港收市高出1% 一起看看亞太區外圍的情況 日本昨天公佈了議息會議結果 一如市場預期,政策沒有變動 日經指數今早要向下 最新跌近200點,跌近193點 最新報36,324點 首爾綜合指數都要向下跌20點 聲明普通股指數升10點 新西蘭銀十成份股指數升24點 一會和大家看看新加坡交易的港股黑期 最新的情況 現在早段是升240點左右 恆指上15,600點左右的水平 稍後會繼續和大家跟進 和Ryan談談美股的情況 昨天是個別發展 現在大家在等待 聯儲局下個星期議息 歐洲央行今個星期四便會議息 今個星期稍後 美股便會公佈PCE數據 現在市場預期三月減息的機率 由一個月前的七成 現在減至只有四成左右 如果今次真的不減息 未來對美股或者美匯指數的走勢 你覺得會有什麼影響 會不會出現一個很大的逆轉 坦白說 你說市場 如果普遍預期在一月就出現一些減息 或者是明確的減息信號 三月 或者是這麼早有一些明確的減息信號 其實我想大家都未必說太過無盡 始終市場的程序都好像一個鐘擺一樣 擺來擺去的 始終你說聯儲局那個減息的路線圖 或者整個貨幣政策的路線圖 其實都是基於通脹的發展 而其實通脹仍然是處於一個反覆的狀態 雖然是回落 但是仍然是一個溫和的情況 它只不過是去到一個聯儲局可以接受的一個範圍 我想就未去到 聯儲局覺得通脹已經是回落到一些可以去減息的水平 而且你始終過早減息 你會令到過去一年 那個這麼急劇收緊的一個貨幣政策 其實是有少許徒勞的 因為你其實當中要付出很多的代價 你的企業的融資成本又高了 所以我自己都會覺得Q1減息的機會 未必太大 而市場的預期也會慢慢調整 好了,它怎樣會影響整個大市 始終你見到美股一些主要指數 幾個主要指數都會有一個破頂的狀態 那你來到這些位置 你借著那個息口預期調整 而那個指數也有所調整 我覺得是相對會比較合理一些 而且你始終現在的股值都高的 你留意一下 就是美股 都是比它過去平均輕輕高出了一些 所以我想短期內有一個回落的機會是比較大一些 不過我暫時不覺得美股是出現一個轉勢的情況 因為對一些資金來說 如果你有一個減息的預期 你始終無處可去的 你股市是其中一個可以去的地方 起碼它不會自股市那裡大幅抽走 所以就不會導致一個轉勢的形態 但是起碼在上半年 美股都會維持著一個相對強勢 不過是先在高位度做一些陣檔 是 你也預期 那你對那個減息日子的判斷 你會是覺得5月 還是說接下來看多一點數據 才會有一個比較確切的時間表呢 我想最快都會是Q2 就是5月份的時候才會出現這個減息 但是當然你也說得很對就是數據 這個是聯儲局一直要留意的一些指標 尤其是那個通脹是聯儲局幾乎是它的KPI 因應那個通脹去進行一些貨幣政策的調整 我想這些都是市場的共識來的 一直看著 所以PCE在接下來都是大家一個很重要的焦點來的 是的 那今個星期稍後留意著 我們先談談日本的情況 日本央行昨天就公佈了一個意識結果 一如市場預期的 維持主要基準利率在-0.1 日本央行行長直田和南就說到 日本央行可以確定 經濟正逐步步向這個預期的水平 核心通脹預期大約1.9% 非常接近2%的目標 但基於物價前景的不確定性仍然很高 難以說 那個距離退出超寬鬆政策仍有多遠 如果通脹的目標實現在望 日本央行會考慮是否應該結束負利率政策 但日本央行有可能 在不發布最新季度展望的會議上 調整貨幣政策 其實昨天的情況就是日股 早段的時候 其實就再創出34年的位置 不過公佈了這個政策之後 第一就是負市場預期的 息率是沒有調整的 但之後那個日股其實就有一個 先升後跌的情況 你怎樣去解讀今次的意識結果 還有有不少朋友可能去年 見到港股的表現不是很好 都會買了一些日股相關的 ETF或者NPF的表現 也有一些日股的比重 你會建議大家如果倉位真的有的時候 現在應該怎樣去處理 手上的日股的倉位 兩個層面 第一就是貨幣政策 普遍你看直田和南的言論 和央行的決策都符合市場預期 我太過驚嚇 或者是給市場一些驚喜 不過也叫做落實了 市場的一些預期 因為日本今年結束他們 這麼多年來 一個超寬鬆的貨幣政策 或者起碼有一個調整的方向 市場一直是引頸以待 一直是觀望著的 你叫做落實了的話 始終是由一個超寬鬆的貨幣政策 向緊縮的方向走 那你對於股市來說 一般來說都是一個負面因素 當然對日本不是一個百分百的負面因素 因為其實日本 面對一個經濟的契機 市場其實一直都覺得是非常之正面 但是你有少少負面因素出現 自不然會在股市上面有少少借回套的情況 其實我們看回即使是去到今天 那個日經平均指數 那個14天RSI都去到76 是 這都是屬於一些超賣的水平 而你見到那個指數 其實在踏入2024年 都破了兩個重要的頂位 第一個就是34,000 這就是這麼多年來的頂位 第二個它其實在36,000的位置 略為整固之後 其實也是踩油再上去 所以有回吐我覺得其實挺合理的 甚至乎它就算是回回去 它只要不穿34,000 我又覺得其實也不是有一個轉勢的情況 好了 那投資者應該怎樣做呢 你短炒的就自己找位獲利了 但是如果你說 有些投資者可能是退休金、MPF 長線的基金做了一些資產配置 其實我想斷估它不是昨天才去納入的 如果去年見港股不太對勁 然後押住了日股 我想這些就真的是放肆腰了 到現在它都還很開心的 因為今年都這樣破頂法 所以我自己會覺得 是繼續在投資作品裏 保持日股 始終日本的經濟 是面對著這麼多年來 一個比較重要的變革 第一是我們看到的貨幣政策 第二其實在安倍晉三 即是一個已故的前首相 在它的安倍經濟學之下 其實企業已經進行了很多改革 陸陸續續將以往一些 交叉持股 或者是一些管治的問題改善 這個其實也是 古神花菲特看好日本經濟的原因 所以一些相對長線的壓住 或者投資 我又覺得不用有一個大變 我只會覺得日本的經濟 仍然是可以看高一線的 好 我們看看港股上日的事況 稍後和Ryan談談他對恆子的看法 恆生指數昨天在大城郊下做好 一度升超過500點 外電報道 中央計劃推出 二萬億元人民幣的股市平盡基金 刺激中港股市向上 恆子最多升555點 高位見過15,516點 收市升392點 升幅2.6% 科指升112點 收報3,147點 升3.7% 國指升138點 收報5,140點 升2.7% 全日成交1,240億 北水趁反彈沽貨改為淨流出 金額有53億2千萬 結束過去7日淨流入的情況 以估售ETF為主 淨流入最多的是港交所 有1億 若名生物和招行分別有2千萬 淨流出方面 淨富基金最多北水淨流出 有26億3千萬 南方恆生的科技股ETF 有6億北水淨流出 恆生有4億1千萬 我們今天的課題很多 我們先談談阿里巴巴 因為昨日美股升了7% 折合港元從70元流上 昨日有兩個消息來源 都是講同一宗消息 我們先談到紐約時報的報道 紐約時報昨日引述消息說到 馬雲上一季 原來一直逆市增持阿里巴巴港股 貨值大約5千萬美元 即大約3億9千萬港元 另外美國政家會文件披露 阿里巴巴主席蔡崇遜 去年第四季買入了1億5千萬美元 即大約11億港元 阿里的ADR 涉及的金額 涉及的股數大約是2億股ADR 現在看到情況 這個消息先由內地媒體傳出 後來大家在網上有些討論 有馬雲增持但沒有金額 紐約時報就好像回應了大家的質疑 說了金額水平給大家聽 你覺得這次的消息 會不會改變你對公司前景的判斷 或者這樣說 你會不會建議大家在現水平 買入阿里的股份 這樣說 如果單純是馬雲增持 或者蔡崇遜增持 我覺得未必足以改變公司的基本因素 更何況 其實它的金額當然不是少 其實也有十幾億的港幣